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歐洲議會 今天就以大比數通過一項動議 譴責中國制定港版國安法 這項動議以565票贊成 34票反對 和62票棄權得以通過 這個投票結果反映出 歐洲聯盟的27個成員國當中 主流民意都是反對制定港版國安法 雖則這次動議沒有約束力 不過也算得上非常重要 在意義上 絕對不雅於七大公義國外長的聯合聲明 我們首先看看 歐洲議會今天通過的這份議案 到底是怎樣譴責中國的 只是譴責中國的條文都分了兩條 而且措辭是極為強硬的 第一條就是譴責中國 單方面引入港版國安法 對於香港的自治 法治和基本自由帶來全面衝擊 歐洲議會強調 一國兩制的完整性已經遭到嚴重的威脅 而港版國安法的出台應該被視為 中國已經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第二歐洲議會強烈譴責中國對於香港內政不斷和日益增加的干涉 以及強烈譴責中國最近斷言在1984年所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成為歷史文件 因此不再有效 歐洲議會強調 中國政府必須遵守在聯合國註冊了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中英聯合聲明 以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 以及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只說譴責中國都已經用了兩項條文了 到底歐洲議會打算怎樣來應對港版國安法的立法呢 首先歐洲議會強烈速請歐盟 要將香港和其他人權議題作為歐中峰會 和歐中領導人會面當中最優先的議程 即是說 在接下來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參與歐中峰會 肯定會談及到關於香港港版國安法的問題 第二就是速請歐盟要善用自身的經濟影響力 利用歐中雙邊投資協定作為談判籌碼 借此向中國施壓 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 第三就是關於香港人的出路 歐洲議會強烈考慮 要為香港人建立一個逃生艇的方案 這個方案就是預備一旦香港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進一步受到蠶食的時候 就是用來應用的 這個救生艇的方案 究竟詳細的情況是怎樣呢 暫時沒有一個條文出來 只不過既然有了這個方向性的建議的時候 其實就是為了日後歐洲的政黨 乃至是香港人 向歐盟國家爭取相關的權益 奠定了一個基礎 使得日後的遊說工作容易很多 不用說由頭來講過 起碼在歐洲議會那裡 是有一個硬框框通過的動議出來的 說明是歐洲的主流民意 就是要為香港人制定一個救生艇的方案 好過從零開始從頭說起 而且這個救生艇計劃 就不同於其他應付難民的計劃 因為香港人本身是有價值的 香港人如果真的成為難民的話 都可以說在世界上近這世紀以來 最有錢的難民來的了 因為一般的難民大家看到 比如說也門、敘里亞、黎巴嫩那些 土耳其那些 全部都是連食都不能吃 但香港絕對不是這樣的景況 所以對於歐洲來說 是不會造成一個很大的經濟衝擊 反之香港人本身有很多都是具有專業資格 或者是具有一定的學歷 又或者是具有相當的資產 反正當香港人去到歐洲國家的時候 肯定不會為當地經濟帶來嚴重的負擔 只會有利於當地經濟發展 故此歐洲議會都鮮有 在這個議案當中 說明是會為某些人帶來救生艇計劃 因為很麻煩 如果為其他國家寫明要接收他們的時候 其他歐洲27國就要攤分這些人 現在不是的 香港人可能是爭著要的 所以是很不同的事情 也算是對香港人很好 雖然這是勞約束力的動議 但是歐盟委員會其實是有責任 去敦促所有27個歐盟成員國 去實踐這次勞約束力動議當中的條文 歐盟委員會就不同於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任你的立法會 通過這什麼勞約束力的動議 他就說知你通過 通過完之後可以坐在那裡看不到也可以 但是歐盟委員會就不行 當然現在這個救生艇計劃 仍然是處於十劃都未有一片的階段 就未有相關具體的條文出來 但是當歐洲政黨開始去做事的時候 當香港又有人去進行遊說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救生艇計劃最終都會成形 另外這個議案還提到 說要促請歐盟成員國 考慮一旦港版國安法實施的時候 就要向國際法院提出控訴 指控中國政府在香港實施的港版國安法 是違反了在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 以及在1966年公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當然這方面 其實歐盟也可以找英國合作 因為英國是最大的持份者 英國是其中一方的太弱國 故此除了歐盟國家可以發聲以外 英國就是最有資格來發聲 在昨晚英國駐華市管微博發表了一篇文章 說明中英聯合聲明至今仍然未失效 而且在那篇文章當中 也反駁了很多大陸媒體的不實指控 以及一些官方機構的不實指控 但是這篇文章發布了不久 就遭到當局刪除了 但是那篇文章的底稿 就在網上傳來傳去 文本仍然可以找得到 但是現在這個舉動可以反映到 英國似乎真的和以往不同 可能被美國夾緊了 不管他什麼原因都好 總之和以往的態度很不同 以往好像是行禮如意 每半年就發表了一份 有關於香港的半年報告 就說說香港的一國兩制發展 前陣子還說發展得良好的 但是現在就轉了口風 更重要的是 英國就是咬住中英聯合聲明的 合法性和有效性不防 這件事由英國說 才是有最大的功效 由於美國不是太弱國 他只不過是一個世界強國 由他講始終沒有那麼有效 由英國說就很不同了 另外 歐洲議會的議案 亦提出了要以馬格尼茨基人權 跟美國、澳洲、加拿大、日本和韓國 商討類似的制裁行動 這個基本上就是全球形式的制裁 因為你以馬格尼茨基人權 以前文澤發的類似制裁形式 他主要是分幾種 第一 限制你入境 現在不只是美國 現在連歐洲27個國家都不准入 如果真的搞的時候 他還說要跟澳洲、加拿大、日本、韓國來商討 如果是的話 基本上所有西方文明國家 都是齒路不通 被制裁的人 另外就是凍結資產 和禁止他們使用當地的金融系統 如果原先只是在美國搞的時候 就凍結在美國的資產 不放在美國就好地地 但是現在歐洲都搞的時候就大劑 歐盟27個成員國 如果有資產放在那裏 分分鐘都被凍結了 此外這個動議也是促請歐盟 要訂立一些限制監控技術出口的機制 禁止中國 尤其是香港 使用這些監控技術去侵犯基本人權 即是說外國的監控技術 就不可以傳來你香港用的 你那些監控登署都不用歐洲技術 其實這件事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他都是用大陸的監控設備 還有就是要求獨立和迅速調查 香港警員對示威者使用的武力 以及要求香港當局撤銷對李柱銘、吳靠儀等15名民主派人士 以及其他和平示威者的檢控 還有就是要求歐盟外交代表 要關注和報告在今年9月舉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進度 尤其要關注到底那些候選人 有沒有不公平地被阻礙或拒絕參選 即是被DQ 要促請特區政府公平公正地去搞這場選舉 大家就會看到不管是蓬佩奧也好 或者是歐洲議會的動議也好 都有分別提及到就是9月的立法會選舉 雖然有部分人已經覺得 立法會的重要性已經是大不如前 但是在外國來說 仍然是相當之重視的 故此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一定要不要放棄自己的權利 如果連自己都放棄自己的時候 不然別人會怎樣幫助呢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高投票率 不僅是做給自己人看的 也要做給國際社會看 國際社會也是看著我們 今次這項動議 在歐洲議會當中 就得到了大比數的通過 但是歐盟27個成員國當中 實情有多少個國家 他們政府的立場 跟歐洲議會是相同 實在是很少的 目前來說 只有瑞典敢於挑戰中國的意見 其他26國外於經貿關係 外於貿易利益 始終未敢踏前一步 現在歐洲議會 就是為了這些國家打了一枝強心針 就是告訴他們 你們要發聲 不能夠純粹兼顧貿易利益 而完全忽略其他核心價值 忽略了歐洲自身的價值觀 雖然這次是無約束力的動議 不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表態 背後更反映出 意識形態之爭已經開始了 歐西文明的價值和中國的價值 完全是自然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 站在美國陣營那邊 就有五眼聯盟的國家 歐盟的國家 或者是其他非歐盟的文明國家 例如日本、韓國等 至於中國的價值那邊 站在那些什麼人呢 中國、朝鮮、伊朗、非洲的盟友 反正之前也有說過 十大強國力撐港版國安法 就是那堆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之爭 但中國的價值到底是什麼價值呢 其實是否說人民幣的價值 或者美金的價值呢 到底這些國家 他們是否共同分享一些信念 或是共同分享一些金錢呢 大家顯而易見 而歐洲議會這次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什麼呢 就是反映到 中國其實是逆住全球文明國家的意識 來推行港版國安法 目前你也說 真的暫時未找到一個傳統的西方文明國家 是支持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真的一個都沒有 就算德國都沒有支持 起碼你也說 他也說表達強烈的關注 他沒有支持 沒有一個國家是支持西方文明國家 暫時真的未找到有 就算文在寅怎樣軟弱都好 韓國他也沒有支持 所以找不到一個西方文明國家 是支持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